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日常 而且很不容易过时的色系 就是蓝灰色系 我给你们拉过来看一下 就单单看这样的感官 就明显感觉到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这种色系啊 放在什么时候穿 它都不过时 莫兰迪粉 莫兰迪蓝 这样子的一些低饱和度的颜色 无论你有化妆没化妆 淡妆还是浓妆 非常出效果 很容易就让人穿出一种高级感 我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实用性 所以我的下妆选会比较少一些些 尽可能让它坚固到多种搭配都能穿上 在这种色系当中 有一个搭配神奇就是这条 这条是原地出道的牛仔裤 财力非常大 然后它是一个紧身裤 说显瘦它不是一把好手 但是说搭配它绝对是榜上有名 大家在选这些莫兰迪色系的搭配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一些蓝蓝灰灰这样子的颜色 尽可能就去避免这样子的一个牛仔蓝 你看我身上这个粉色 哪怕我配这样的蓝色 它都会显得非常的和谐 但是我一配这样的蓝色 它就整个颜色就掉下去 显得这个粉色有一点点脏脏的 所以你看我选了这么多衣服 你会发现这个裤子放在这边 比每一件都很大 布兰迪蓝色其实就是蓝加灰两个颜色 所以我在下妆的选择上面 全部都是一些蓝中带灰 灰中带蓝 或者是蓝或者是灰的这样的颜色 一条你就可以把你的家里 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搭个变 这件的话就是一个纯灰色的 然后是冷掉灰的那种感觉 不要选暖灰或中灰 颜色浅浅的刚刚好 哪怕是因为我身上这个粉色 它那么工艺的很好 这个是一个西装的版型 它可以去补充的 就是一些不适合穿牛仔裤的厂裤 这种衣服会比那种束身裤 更修饰腿型一些些 然后像这条 它的化妆是一个皮裤 皮裤里面也是蓝灰蓝灰的一个色调 放在我身上也一样不为了 墨兰迪粉可以驾驭的 墨兰迪蓝也就一定能驾驭 那我们接下来搭这个看 第一套呢 我想给我最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 两件套的大衣 它是一个马甲加一个外套 然后颜色呢 就是那种非常漂亮的 带灰掉的一个墨兰迪蓝 它穿上去的第一个感觉 就觉得整个人变干净素雅 穿上去的那个气质 马上就抬起来了 我搭的就是刚刚的这条衫裤 你看它们的颜色色系 是不是过度的非常非常的刚好 然后下面我就用一个白色的鞋子 去做点缀 像这种马甲 最佳的CP一定是一个衬衫 衬衫的这边 我有一点点小话想要讲 如果你的脸型是比较小的 然后你想要更青春活力的话 建议你去搭配一些 带领子的衬衫 整个人的精气神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我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无领 第一个呢我很懒 我不想洗我衬衫的边缘 然后第二个 因为我脸小宽 相对来说 我会比较喜欢低口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无领的衬衫搭配起来的感觉 会比带领的衬衫成熟一点点 都是好看的 但呈现出来的效果会略有不同 中间有一个衬衫去做加持的话 我们肚子这一块肉肉 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遮盖 就让你整个人会更自如一些 然后我们整件套上去看一下 这种马甲也可以单穿 还是比较实用的啊 可以根据不同的天气去搭配 如果腿型不好看的姐妹 可以用这种长靴去做一个修饰 第二件呢 是我自己去年穿到今年 都还很喜欢的一个 斗篷式的罩衫 这个是高智阳毛一个大衣 但它做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罩衫的一个感觉 旁边是有一个高高的开场 这个微博是可以拆卸的啊 这个在自己玩当头巾也是可以的 这种衣服非常的有气质 加上它这个颜色啊 也是墨蓝皮色系的 下面还是一样的用一个绳铺来穿 肚子大的 皮肤大的 最粗的 这一套的模板可以帮你 把所有的缺点都真的明明白白 就露出你最漂亮的纤细的部分 这一件呢 是墨蓝迪里面我蛮喜欢的一个搭配 而且不挑人穿 第三套呢 是一个蓝灰色的开衫 这个上面的杂衫 本身就是有蓝灰蓝灰的色调 然后加上这一块 粗边的一个设置 是用蓝色去提亮它 所以还跟我身上这条绳铺 是不是也很搭配 也非常符合今天露兰迪兰的一个主题 然后这种开衫呢 在生活场景里面来说是 利用率非常高的一种单品 我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买一些短的开衫去显身材 生完娃之后呢 我其实更喜欢的还是大腹 就可以盖得住我的屁股的这样一个长度 这一套也是 我自己觉得很不常的一套 最后一套呢 给大家补一个温度低一点的地方的穿搭 里面这件是一个羊绒衫 羊绒衫这种东西 就是薄薄一件 可以让你里面的温度迅速松温 然后穿起来非常舒服 我选择的话 这边是有个抽绳的设计 可以很好的打掉 而且没有有显得引人 非常的优雅 外套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色系 这个是一个皮羽绒 比起一般的羽绒子 它还增加了打风效果 所以它的保暖程度 是比一般的羽绒子 更上一层楼的 这个上面是有非常漂亮的 一个小花的暗压纹 这件我自己非常非常地喜欢 所以我提前给你们看一下 软绵绵软绵绵的那种装置 这套主要就是保暖了 大毛领 然后利领的一个打风的设计 袖口 然后大口袋 这种大口袋 你出门都可以少带一个包 我觉得超级超级舒服 中间这个地方 帮你把腰线布好了 都不用自己去腌哦 轻轻松松 很温暖过冬天 OK 幸福感受气 今天就到这啦 拜拜